端午节插艾草是中国很多地方的习俗 河南武冈看到艾草产业发展前景 鼓励大面积种植艾草 使艾草产业成为当地扶贫产业 端午节前后正值艾草生长成熟期 含艾游最多 也是每年艾草首次收割的关键节点 河南省武冈围庄村艾草种植基地里 一片忙碌景象 据负责人介绍 今年是基地种植艾草的第三个年头 随着艾草市场产销两望 今年艾草的价格也将小幅提高 像我们种艾草收成好效益高 种消卖的话还得需要等 这我们的艾根收了一差 不用再种艾根直接又发芽出来 收成好的话一年就是能收四差 武冈市的气候 土壤等自然条件 十分适合艾草生长 正是看到艾草产业发展的良好前景 2017年开始 武冈积极开展艾草产品研发 鼓励合作社大面积种植 最大程度发挥艾草产业的带贫减贫效果 所属与颖草产业的故事 都没有速决装